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土地留給花東人 拒絕財團來霸凌 在立法院在下個禮拜即將結束院會 在這最後的幾天非常有可能會通過 這樣一個對花東發展相當不利的東部發展條例 這個是我們最擔憂的地方 立法院門口也就貼了我們各式各樣的訴求跟想法 一個是有關於花蓮跟台東 在現在沒有東部發展條例之下 已經有這麼多的開發案 不管是度假村 不管是遊樂區 不管是水利電廠 整個海岸線 整個縱谷線到處都已經是開發案的 而這些點我們看起來很密對不對 東部發展條例通過之後 這些可能只是十分之一 整個花東 即將都會是朝向這樣的一個發展模式 大家好 那個你們大概蠻不錯的 但是我們很不好 在這個即將通過的東發條例的版本裡面 這麼長的這麼漂亮的海岸線 也是台灣唯一靠太平洋的海岸線 很有可能就會落入財團的手裡面 花東總共有超過80%以上 是國有公有的土地 但是這些土地將來 假如不適當的東發條例通過了 任何重大開發案 只要在縣政府層級通過就可以 也就是說中央其實放手 讓縣政府來核准 什麼樣才是重大建設條例 各位也知道 花東現在兩個縣的縣長 他們都是非常傾向開發派的 黃色的部分 是所有預定要進行的開發案 非常多喔 這還是沒有通過以前喔 紅色的部分 是所有受到影響的地方 大部分是原住民部落 這些土地都在原住民的傳統領域上面 都是之前漢人的國家進來 搶取豪奪的原住民傳統領域 更何況 東發條例裡面 他們還希望所有的開發案 要在一年之內通過 而且不受任何其他土地法令的約束 那簡直是一個土地鬆綁的法案 鬆綁給什麼 鬆綁給財團 鬆綁給政客的慾望 我想東發條例裡面有一個 立委們最關心的就是說 希望中央政府能夠編列 500億的基金給花東 但是呢 因為中央政府沒有那麼多錢 那以至於呢 行政院相關的部會呢 經過評估之後 大概只能給400億 那剩下的100億怎麼辦呢 他們想到的方法是 就是利用所謂花東的國有土地要來作駕 什麼叫做公有土地作駕呢 簡單講 就是呢 拿花東的公有土地相當於公告限制等值100億的土地呢 拿來呢 提供給花東縣市政府來作為開發之用 那這種開發很有可能就是 類似BOT或者自行開發都有可能 那這樣子我們來換算起來 這100億 如果以花蓮跟東跟台東沿海的公告地價 每平方公尺大概是675塊到1690塊之間來估算的話 兩個縣市各取得50億的這個資金 那50億的土地的話 那麼呢 就差不多可以開發300公頃到740公頃的國公有土地 每個縣市有兩個縣市 那假設呢 以現在呢 每一個開發案平均大概 呃旅館區大概10公頃左右來換算 花東兩縣呢 大概平均會增加30到74個飯店或者度假村 各位想想 那邊一個美麗灣就搞得這麼麻煩 對整個自然景觀的破壞 對在地居民的破壞是這麼嚴重 一下子呢 花蓮跟台東都要搞出30個到74個這樣的開發案 花東的土地跟人民怎麼受得了 所以我想喔 這個條例如果用這種土地作家來取得資金 真的是非常危險而可怕的一件事情 再來一個 我們政府呢 其實呢 早就已經通過了離島建設條例 可是我們來看看離島建設條例 真的帶給離島什麼樣的建設 以澎湖為例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整個澎湖的天南海岸的嚴重破壞 這種嚴重破壞呢 連監察院都會提出這個檢討報告 要求呢 要進行這些相關的改善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給花東人民錢 有時候不見得是好事 如果錢呢 花在不對的地方 反而破壞了地方的永續發展 還有呢 嚴重的損害當地民眾的福祉 所以我們認為現有的東發條例 真的應該要重新審慎的來評估才行 反對土地做價錢 反對土地做價錢 東發基金應永續 東發基金應永續 你們都知道海角旗號裡面說 山野BOT 海野BOT 可是各位 在花東 是山跟海一起 同一個時間一起都被BOT出去 那這個是東發條例 所能帶來的最大的危機 它帶來更大的城鄉差距 它土地財團 它讓原住民 讓弱勢者更處於邊緣的地位 你們可以想像一個飯店 蓋在沙灘上面嗎 你看到他們殘暴的手段 把一個美麗的海洋 把美麗的沙灘 污染破壞 赤桐部落 就是被大型開發案包圍下的部落 我們的部落到現在 目前都還沒有土地的所有權 連房舍都還是鐵皮屋 但是 財團可以藉由BOT 可以取得50年的地上權 甚至還可以享有租金的優惠 或是貸款的優惠 但是我們連傳統海域 我們在那邊傳承 或是我們在那邊靠海維生的生存權 都被他們剝奪了 台湘市政府主導的這個BOT案 速度判決敗訴 他已經違法了 但是 他本來應該在停工的狀態之下 台東縣政府自然就讓他就地合法 讓他取得建造跟使用執照 相對的 我的主人大聲疾呼 要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 要爭取我們的同意 國家做到了嗎 沒有 對於開發案的總量管制 國家做了嗎 沒有 像我們在6月4號 以及6月5號 分別在台東以及花蓮 舉辦了詩歌節 以及詩歌的音樂會 這樣子的一種方式 我們希望提醒政府 事實上人民 民間有非常強大的軟實力 我們這些原住民族 朋友的音樂等等 事實上是足以讓我們驕傲的 而不是只有度假村 類似這種大型的硬體的開發 才可以 事實上並不盡然 並不盡然 也因此 我們在各個場域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各位都能夠寫下 對於東部發展的一種夢想 那我們彙整的下來 我們發現 事實上很多的人 都希望東部 未來是走向合作經濟 是走向公益產業 是一種低碳的一種發展的 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也提醒政府 提醒這些立法者 將來在這個法案 審查的過程當中 是否應該請聽人民的聲音 我們希望 東發條例的版本 能夠加入足夠的民間的聲音 通過一個進步的好的東發條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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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